吉安湘的113年模范母亲模范婆媳表扬活动 也是星期六举行 今年共表扬有三对模范婆媳 还有27位模范母亲 家长尤淑珍表示 妈妈们把一生无私奉献给家庭 承拦起家务还有生儿育女责任 甚至有很多婆婆妈妈在后来 还投身志工服务行列 他们值得拥有最珍贵的对待 尤淑珍还祝福妈妈们身体健康母亲节快乐 吉安湘113年模范母亲模范婆媳表扬活动 星期六举行 今年共表扬了三对模范婆媳 还有27位的模范母亲 家长尤淑珍表示 妈妈们将一生无私奉献给家庭 承拦家务和生儿育女责任 甚至有很多婆婆妈妈在后来 还投身社区志工服务 他们值得拥有最尊贵的对待 金牌妈妈们 恭喜并祝福母亲节快乐 吉安湘今年临选出 27位模范母亲 三对的模范婆媳 来自于各个家庭 各个事业 各司其职 在退休之后 仍然承担起社会的责任 担任志工 把家庭的爱跟社区的爱 和志工的爱 共同的来分享给在地的吉安 在座的每一个乡亲 有妈妈是心中的喜悦 更是一份幸福 我们孝顺要及时 在今年的表扬典礼里面 我们深刻的看着 每一位不同来自于 生命故事的妈妈们 我们相信 借由表扬活动 敬祝各位 所有的全天下的妈妈们 身体健康 何家平安 万事都能圆满 表扬大会上 处处可见温馨画面 不仅模范婆媳 模范妈妈们盛装出席 乡公所还发挥创意 设计蔬果花束 还有按摩师 在现场为妈妈们按摩收压 厂长游淑珍表示 每一位获奖妈妈 都有一段温暖人心的故事 感谢妈妈们 全年无休的辛劳付出 也希望大家可以 及时感恩 回报母亲养育之恩 并且陪伴妈妈度过母亲节 共享温馨的天伦乐 记者徐立群 即来相报导